肉干不停翻面 表皮烤到围焦 滋滋作响 香气扑鼻 纯手工一片片炭烤 厚实有嚼劲的猪肉干是这家60年老店的招牌 不过如今猪肉成本飙升 也让老板娘好无奈 我第二把他后奖 每一个礼拜都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更贵 没有办法忍耐一下 其实广大城猪肉干先前就有涨过一次 一斤从540元变成580元 而猪肉脂220公克 也从320元来到340元 毕竟跟2022年相比 成本涨了五成之多 才会不得不调整售价 有想看猪肉 猪肉每一个礼拜都一直涨 一直涨 我忍不住 另一头就连薄薄脆脆的肉脂 如今成本也撑不住了 快车肉干宣布 八月寒涨 薄可透光 轻轻一折就碎 入口咸香够味 经典的杏仁香脆肉脂 2023年8月从220元涨到250元 业者坦言 猪肉贵桑桑 加上肉脂制作过程繁杂 都是涨价的原因 但多年不变的价格如今变了样 让逢年过节必买的韬客 好吃惊 那么贵我吃它干嘛 干净就不要吃了 送朋友的话都还好 对 可是如果自己吃喝当然就可能会少一点点 而就了解其他像是新东洋 美珍香 目前价格一样还没调涨 但就有民众去买一家位在彰化的肉干 忍不住破文惊呼 两百元的肉干只有四条 认为猪肉跟金子快差不多贵 眼看中元节脚不尽了 普度败败猪肉需求量高 恐怕短期内价格回不去 听自新闻杨清波 刘一生 台北这么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